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羊肉串 自己在家用烤箱就能完成 这不是看起来特别诱人呢 首先我们来腌肉 腌肉最重要的就是葱和姜了 我将葱和姜搅成泥 这样更能释放它们的香味 搅好之后拿出来直接倒到切好的羊肉中 这一次我的羊肉切得比较大块 每一个大概是1到2厘米的样子 现在我们来腌肉 首先我们放一点盐 两勺花椒粉 接着放两勺料酒 然后打一个鸡蛋在里面 将所有的料和肉搅拌均匀 吃的羊肉串最少不了的就是仪式感了 所以即使是在家也一定要穿上竹签哦 好了,我们的羊肉串准备进烤箱了 在进烤箱之前要撒上我们的秘制小料哦 在这里其实我用的就是自然粉 还有一些鸡精将它们混合在一起 进入烤箱之前一定要在上面刷一层油 这样可以让羊肉保持它的鲜嫩 不会在烤箱里变得过于干柴 放进烤箱里 我们用200度烤7分钟 7分钟到了之后再将它们拿出来翻面 刷上一层油 淋上多一点的自然粉 继续烤5分钟 接着就大功告成啦 是不是看起来特别的诱人呢 赶紧跟我一起来试试看吧 看起来特别的试试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